首先是一本高考复习讲义全能用书 它是新疆青少年初管社天心教育系列的 这本书的特点呢 首先就是如果你要作为一本复习的用书来说 它的题量非常的大 我们就选几张来示范一下 首先就是它每一张都会有一个就是知识点的梳理 像是这样 然后知识点的梳理 差不多每个知识点后面会有个例题 就是看这里有拓展辨识 然后它这个光梳理就会挺多的 然后例题 我建议还是都要看一下吧 大概然后你不想看的话 倒也无所谓直接做题 然后它的题呢就是全部集中在后面是非常多 我觉得就是每张 细化到每张来说是非常多 因为它本来就分的比较细 就像这一节就是数列的综合应用 这个这一节你可能老是在学校一节课就过流了 但是你就如果那天配套 你要做学校的练习再来做这个的话就会非常多 它就会有这么多页的练习 然后题还都普遍比较难可以说 我们再来看一下例题几何 例题几何每张的题也非常多 比如说这块就是 差不多都是些证明题的大题的话 它就会有这么多 我觉得还是算是非常多 然后它的 在圆锥曲线这块也是非常恐怖 但是这块对我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 就是全部被我拿小刀刻下来了 因为这本书用的 我也用的比较破 是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统一在用 就相当于是一本加的册子 然后也不是统一 就是我们老师要检查 然后我嫌它太重了 就有的时候我每天必须要 布置作业要做 我就不想把这么 你看它是这么厚的一本书 我就不想把它带回家来 然后就会把它那样子直接撕下来 然后带 你数学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这还有一本同系列的物理 我们是先 因为数学是先进一文复习的 然后我是老师先让统一买了数学之后 我觉得数学不错 然后一般按这种买照 如果数学说的不错 那物理应该也还可以 然后正好当时是 我要过生日的就是 经历一文复习不久之后 然后就同学问了想要什么 然后就是他们不知道买什么 我说那不如给我买份物理的这个书 然后他们就买了 虽然不是2018年的最新版 但是我觉得这种书 就是要不要买当年的最新版是无所谓的 如果你们学到经历一文复习 经历比较早的话 就是在差不多六七月份 就是高二的 就是高二下学期内 就开始进一文复习的话 就是也可以买那个前一年的那个时候 其实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然后我买的这些都是2017年 物理这本比较新 因为都是我自己在家做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 做得比较不走心 看一些不想做的题就直接过了 然后物理呢 它是分章节没有数学分那么细 就像专题 就是专题一就是直线运动 然后相互作用 就是它不像是数学那种 连数列里面 它都会分成 等差数列等比数列 这样就是完全是按照 像是第一遍学那样子的册子的那种分 然后这个物理 它这个大类分的就比较粗糙 所以导致的就是 每学完一张的题就更多 然后它也是相似的 就是先会有知识梳理 然后你看这个 光第一张知识梳理就这么多 它也还是会有立题 然后物理的知识梳理 我通常是不看的 因为就是感觉也没有太大必要 都是一些公式什么 但是立题我会看 你看这个知识梳理部分就这么多 然后这个摆题大过关 我没有数 但是它真的我觉得 每张可有100道题了 可能没有那么宽量 但是你看 它就是光第一张就会有 就全是题这么多 这第一张也不算是特别多 我们来看一张可能会多一点的 你就比如说这个吧 就看比较恐怖 机械的起手很定律 就是立题部分就有这么多 我们还没完 然后这后面就是 做了题就开始这么多 这个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嘛 然后我觉得它这样子 分的不太细的一个 不好之处就在于 物理女学校可能也是按那样子 就是一节课一节的那种 速过的话 它这些题 它这后面的题是 虽然它分了 你看比如说这是公和公律 然后下一个题组就是 动能定理及其应用 这样但是 你要是每学完一张 就这样还得来回翻 找这些题来做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麻烦 所以我就是等 这一张复习完再来做 这上面的题 这样就会一下堆很多 差不多一张就能有个 二三十页 但上任题也非常好 我觉得每道题都值得做一下 而且它整套系列的 这个答案都比较 你们给大家看一下答案 它的答案都给的 算是挺清晰的 就是解析什么都很明确 这块是那个电学实验部分 简直是我的恶闷 我记得电学实验部分 它好像有五十页 那这一套书差不多就这样 化学我没有买 但是按这个逻辑推下去 化学也不会很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本 作为一文复习的辅助资料的话 是非常好的 说一下小题黄念系列 这个同样也是 新疆青少运数码社的 我说是有打广告的前一 但是其实并没有 这个我手头只留了 但是因为我现在是在家里 我只留了数学和语文量的 但是其实全系列的我都有 然后英语的我是做的 我就送了 而且是一选择居多 它差不多就是这样分配 第一面就是每一刻 它也分的比较细 每一刻会有两面 然后第一面全选择 第二面可能会有这么一点点天空 然后你看它这个题量其实也挺大的 因为它毕竟只有小题 然后一面上可以认很多 在这个函数这块 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然后你看那几个 它都会缩得很小 就是一页上都可以 有这么多图 它还可以认这么多题 然后它最恐怖的就是 它的圆锥曲线部分 差不多就是这样 一页上会认很多题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 圆锥曲线的小题 其实也都是要做很久的 然后看一下 差不多就是 一页上都会有这么多的题 哇尤其是这块 这块都已经密成这种程度了 还有这里 这是一个圆锥曲线的综合检测 也是特别的密 这后面都是挺稀疏的 然后它这个答案也都挺全的 然后非常详细 我觉得都是属于一遍就可以看懂 这个出版社的书 应该总体来说还是挺走心的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鱼儿 鱼儿我是 这个鱼儿 我不是自己买的 这套书都是别人送我的 因为我一般不会自己买鱼儿科来题 但是它这个鱼儿我觉得还是不错 我们从目的来看一下 它大概就分为 能不能看清 好像可以 就成语变息 然后并句 就是都是来抓小题 还是小题谎言 毕竟 就是它语用这块特别的多 就是图文转换 还有就是这种仿剧 什么那种 就是作文前面的最后那两个题 就是它类型比较多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高考考什么 它就基本上都有附带到 然后还有文言十字 我觉得这个部分不是特别的科学 我觉得文言还是不要 这样分得太零散的 这样子来做 然后诗歌鉴赏也有挺多了 这些我都没怎么做 然后名言名句 后面还有一些综合练习 它是每个综合练习都不太一样 像这第一个就是 语用加上名片名句末写 加上论出来文本阅读 然后后面还有加文言文阅读 古代诗歌阅读这样组合来 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 这个诗句 然后这就是刚开始的成语变息 我觉得这些出的都还不错 然后像它的这块都是 这块就是连接题 然后这块就全都是语用 压缩概括 这个我都没有做 编换句式 表达简明得体 然后材料点评类 这种我以后可能打算 就是每天中午 我会回家来睡觉 然后如果睡起来的时候 离我要去上学的时间 因为我比较喜欢 卡点到班里 如果还有一阵的话 我就打算每天起来 趁着那种迷糊的时候 口头做一下这种类型的题 因为我觉得这种题 其实也还蛮简单的 不是特别难拿分 然后这还有很多这种漫画题 这块就是它的 语言文竞用综合练 就是全是有成语并句 还有连接 还有那种 就叫什么补充句子的题来组成的 我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这几天每天中午起来 睡起来的时候 差不多花上十分钟 就可以做一个这个 或者不到十分钟 然后把那个没有听说过的成语 都积了一下 就差不多就整个去上学 我觉得这块出的都挺不错的 然后它的答案 语言的答案也还是挺好的 然后就是那种语言题 也没有给略 就是都给了一些 标准答案那种的 也还挺好的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诗词 我也是前面这种题 我都是趁着用脑子迷糊 我不想做别的题的时候 稍微做了一下 这个古代文化尝试 我觉得也还可以 以后也是可以这样子 找这种时间来做 然后还要断这专练 差不多语言就是这样 这后面综合练习 我觉得也不错 就是可以 不用花很长时间 你看它的这个 它给的建议时间还是50分钟 我觉得其实完全不用这么长时间 就是平时没事就可以做 我觉得这本语言 其实质量还挺高的 它的圆锥曲线部分 差不多就是这样 一页上会印很多题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 圆锥曲线的小题 其实也都是要做很久的 然后看一下 差不多就是 一页上都会有这么多的题 哇 尤其是这块 这块都已经觅成这种程度了 还有这里 这是一个圆锥曲线的综合检测 也是特别的密 这后面都是挺稀疏的 然后它这个答案也都挺全的 然后非常详细 我觉得都是属于一遍就可以看懂 这个出版社的书 应该总体来说还是挺走心的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语言 语言我是 这个语言我不是自己买的 这套书都是别人送我的 因为我一般不会自己买语言可爱题 但是它这个语言我觉得还是不错 我们从目的来看一下 它大概就分为 能不能看清 好像可以 就成语变息 然后并句 就是都是来抓小题 还是小题谎言嘛 毕竟 就是它语言这块特别的多 就是图文转换 还有就是这种仿剧啊 什么那种 就是作文前面的最后那两个题 就是它类型比较多嘛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高考考什么 它就基本上都有覆盖到 然后还有文言十四 我觉得这个部分不是特别的科学 我觉得文言还是不要 这样分得太零散的 这样子来做 然后诗歌鉴赏也有挺多的 这些我都没怎么做 然后名言名句 后面还有一些综合练习 它是每个综合练习都不太一样 像这第一个就是 语用加上名片名句莫写 加上论书类文本阅读 然后后面还有加文言文阅读 古代诗歌阅读这样组合来的 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 这次 然后这就是刚开始的成语变析 我觉得这些出的都还不错 然后像它的这块都是 这块就是连接题 然后这块就全都是语用 压缩概括 这个我都没有做 变换句式表达点名得体 然后材料点评类 这种我以后可能打算 就是每天中午会回家来睡觉 然后如果睡起来的时候 离我要去上学的时间 因为我比较喜欢卡点刀班里 如果还有一阵的话 我就打算每天起来 趁着那种迷糊的时候 口头做一下这种类型的题 因为我觉得这种题 其实也还蛮简单的 不是特别难拿分 然后这还有很多这种漫画题 这块就是它的 语用文竞用综合链 就是全是有成语并句 还有连接 还有那种 就是叫什么补充句子的题来组成的 我就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这几天每天中午起来 睡起来的时候 差不多 花上十分钟就可以做一个这个 或者不到十分钟 然后把那个没有听说过的成语 都积累一下 就差不多就给你去上学 我觉得这块说的都挺不错的 然后它的答案 语文的答案也还是挺好的 然后就是那种语用题 也没有给略 就是都给了一些 标准答案那种的 也还挺好的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诗词 我也是前面这种题 我都是趁着用脑子迷糊 不想做别的题的时候 稍微做了一下 这个古代文化尝试 我觉得也还可以 以后也是可以这样子 找这种时间来做 然后还要断句专练 差不多语文就是这样 这后面的综合练习 我觉得也不错 就是可以不用花很长时间 你看它的这个 它给的建议时间还是50分钟 我觉得其实完全不用这么长时间 就是平时没事就可以做 我觉得这本语文 其实质量也还挺高的 画分图变成一本粉的 刚才的那种蓝色的是 它怎么没有写 这个应该是基础版 还是叫什么 就是你看它有三个系列 然后这个粉色的 就是这种进阶版 它这进阶版呢 其实我感觉 难度上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它只是叫进阶版 因为它出的好像比 前面的这本时间要晚一些 然后我觉得 就是刚才没有说 这个小题狂言里面最推荐的一颗 还是物理 那个物理蓝色那本 我没带回来在学校 然后家里就这本进阶版的 为大家翻一下 物理大家也知道题目比较长 所以它每两面上的题 可能没有数学那么多 但是它这上面提出的 都特别的精选 我们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 没有被我扣下来那么多题的 像这个电磁感应 蓝磁定律 这些题一看都觉得是挺好的题嘛 但是它一页上就只有五道 然后翻过来也就只有十道 但是它这些题真的就挺好的 然后答案也给的特别详细 蓝色这本也是这样 我觉得物理就是 最值得推荐的一本 然后数学还不错 但是这个粉色的 就是进阶版 我只买了物理和化学 是当时我在网上买出的时候 要凑单 然后就凭感觉买了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蓝色比较好 粉色也不会特别差 然后就只买了物理和化学 我觉得它化学也不错 化学粉色这本 明显比蓝色那本质量要高很多 因为我刚才说了 它这个出的时间比较晚 所以它粉色里面是包括 就是新的那年的高考题 但是这个蓝色的这本 是没有包括了 就是它都是2018版的 就是特别好 然后粉色的数学我没有买 所以我也不敢保证 但是它的蓝色还比较好 然后化学如果要买的话 建议买粉色 然后化学和生物 蓝色的那个里面 都是存在的问题 主要就是题比较少 因为化学和生物的题 也普遍比较长 一二三就没有几个题 然后还都比较简单 然后生物 尤其生物它是 总共就那么几个题 然后还都经常出的是 那种往年 好像以前的那种高考题 就是你如果学校发的册子 也基本上都做过 然后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必要 总之就是数学和物理非常好 就这样 那又忘说了 就是这个物理 我们再从路上来看一下 它这个蓝色的那边 它就是按顺序 就像是主要针对一轮复行的那样 就是按顺序每张那样顺下来 也是章节分的比较细 就是你完全可以按着 跟学校的那种练习的进步 学校练习做上一课 然后学校就做上一课 然后这个上面 它分的没有那么细 但是其实也还是比较细 就是它每一部分都过了两遍 相当于你看 从前面就有运动描述 运动图像相互作用 一直到最后这些选考 然后还有专门有物理学史 但是它这后面 又有个高考题型突破 然后又差不多分题型 其实相当于是按照 复习的顺序 又从头到尾过里面 所以也就是 有的时候你学校学完一课 不是复习完一课 你在这上面可以做两课 就是前面一课后面一课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 弄得比较好 所以这也算是它的一个优点 就是大家耳术们 想到高考必发题系 我是随便拿了两本数学和生物的 这套我是觉得 从高一就应该 体量非常大 就是同一课它可以有 刷基础 刷题分 然后还会有好几个刷题分 或者刷小题 刷大题 刷难关 就是体量非常的大 像这个时候 我从高一开始做 做到高三 我本来是想高三 把高一高二没有做完的都补一补 结果到现在也没有补完 还有刷真题 就类似这样 这个里面体量有多大 大家应该也是知道的 对刷题系列最值得推荐的 其实还是物理 它的体量也比较适中 就是完全可以跟着学校节奏 应该是可以做起来的 然后生物我是不建议大家买的 因为如果是按着全国券的思路的话 我觉得尤其是像这本遗传和进化 这完全是因为我高一的时候 我高一的时候 完全不了解这个套 也不知道这种出题的思路什么 就是也是好像是哪次的一个凑 跟他买的这本书 或者是觉得 数学和物理还不错 就把这一套全部买上了 但是它这个遗传和进化 大家都知道 出题不会出拐 其实很容易偏离高考的思路 就是变成花样出那种各种致词 然后还有那种 就是很奇怪的那种自由组合定律 然后我就根本都没有做 这连题一看都好像很奇怪的样子 就是它的题也非常多 然后我觉得这个生物 其实是我们哪一本都有点没必要买的 如果你实在要买的话 可能它的这个必修一还可以 必修一和必修三 但是遗传和进化是一定要买这本书的 但是还是并不是说这本书出 就这套书都不好 它的题其实选的还是挺好的 就是数学物理化学都不错 化学提案也非常大 然后就是答案给的也非常详细 然后语文的话我觉得它比较好的 就是有专题系列 就是你哪个环节比较薄 你可以专门去买专题 像我高三的时候就买了一个 古代文化常识和古诗文末写的专题 我主要是古代文化常识 好像做题考试从来没有做对过 就是无论积累多少都还是错的 古诗文末写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它这个古代文化常识这本呢 我就简单说一下 它是刚开始它是这样分类 全部是判断题的形式 但是它这些判断题我觉得非常拐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它会在哪设错 然后就都很奇怪 然后基本上你做全是错的 就是你看它这个都是这样分类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就是如果你们老师让你们拿这本参考 说来背开文化常识 它一般是按着这种分类 所以你就可以背完哪个分类就来做一下 但是我发现它这个名一般都是 任何数据都没有涉及到的一些奇怪的东西 所以做一个补充也是很好的 其实这个书货已经买了很久了 但是我本来是打算在那种 上不想听课的时候 做一些这种语言的题 但是好像我原来不想听课的时候 都懒得做语言的题 所以就空了都很多 它也会有一些这种选择题 这块还是分类的 然后到后面它会有那种 就是专门依托某一篇文样文 像这就是全国依照2017年的 像它这个第一题 就是当时高考题的原题 就是它的文化常识那道题 后面它会再依托这篇文本 就是把它其他的文化常识发举出来 然后出一些题 就是凑一篇文言文阅读 后面的题全都是文化常识题 然后最后面也都是这样 但这些题还 这些题没有前面的判断题那么变态 就是都基本上可以做反 然后因为对那个前面的判断题 如果那样来回翻头也麻烦 所以我就把这个答案直接撕下来 可以这样看了 然后它答案也给的 就一个文化常识的判断题 就是如果是对的 你就把它记下来就好 如果是错 你就看一下是哪里错就好 我觉得这个书本体出的还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当做那种 不想学习的时候调剂做下 这这样说可能觉得它可能有点差 但是它其实出的是挺好的 语言系列我其实就只买过这一本 还有在高一 刚上高一的时候觉得 文言文乐读特别恐怖 就买一本文言文乐读 到现在几乎没有做多少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语言和英语的 这种分专项 这样子来做的话是比较好 就是你可以有针对性的做下 像这里面写了它的英语 分类大概是有语法填空 顽性填空 阅读既选五和短文改错 就是这样分类分的 大家可以有针对性的去买一下 但是我没有买过 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也都是挺好的 来的是诗题要言系列 这个这系列书 我是最初还是在知乎上一个 就是推荐教书书的帖子上看到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B站 大家其他推荐教书的up书 好像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系列书 它也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 然后它的特点就是 从差不多上年高考完 就是7月份8月份开始 它就会每个月出一集 就像这样 反光好厉害 就是总共有这么多集 然后前四集差不多都是 前四集会覆盖 每一门课的就是所有内容 就是你可以跟着学校的进度来做 但是这个如果是你 你要高黑高二想做的话 我觉得体量是有点少的 因为你看它也是一本 挺薄的一个小册子 一本才9块9 其实一本9块9的话 每次听起来挺少的 但是你如果把这每一套的 就是几门课全部买下来 其实仔细算还是挺多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书还是挺值的 就比如说我们来 前几集我都扔了 就前几集我其实建议 每门课都可以 就是一到四集 就是还在就是过知识点 那种是每门课的每一本都可以买 然后到目前是 它好像它今天 我刚去书店买的这个第 二三四五六 就这个蓝桌的这本 大家说它这个语儿 它的语儿是分传题来处的 就是原文字运用是第一本 然后古代诗歌 古代诗文 就是包括文文和诗歌是第二本 然后这个是 现在文阅读是第三本 第四本好像是出一个作用素材的 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挺不错的 就是它每个里面也会有就是 就是会有那种答题方法的这种归纳 但是我觉得是这种答题方法 它这么一本小册的 一般总结的也不是特别的全 答题方法还是要以学校的参考书 就是学校一本书习过的那种大书 上面可以背一些那种答题 结构那种套路那种 然后这个你就当做一个练习来做就好了 它的术理化是出的是非常好 就是里面会有一些难度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就是感觉跟高考还是挺能对得上的 就是感觉很多题看到的人觉得挺前一亮 就是觉得那种题出的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也不是感觉随便从哪巴巴来的那种题 然后像随便拿起本就是这个物理 它当时这整一套橙黄色的理科都是出的是实验热点 就是化学橙黄色的也是实验热点 然后生物也是实验热点 然后它的每期的在第一页上一般都会有 就是就叫星体抢先看 然后数学这个 这次这个欧星买这本上面好像就是一些 老师的原创题 但是它一般也会有些结合数学文化的那种原创题 就是从哪本那种什么九章算出来那样子 就是自己根据那些编写题 就这些题都完全是原创的 然后我觉得还不错 也算是这本书的一个亮点 然后物理的对应的这部分星体抢先看 它就会结合一些新的那种 算是物理热点 就类似于影帝波那样子编一些星体 然后化学生物就是可能会结合那种 新的诺贝尔奖那样子出一些题 然后这些也还不错 然后里面题也挺多的 我的意思是针对高三复习的话 像数学物理化学 它都是在前面过完了所有的知识点之后 它就开始出类似于这种实验热点 然后大题冲关 高评一错点快光 还有一些小题巧作 就是它后面出的这几本里 就会涵盖所有的内容 就是你如果复习完了 你就可以一口气把那本书做起来 那样子还是感觉题还挺多的 像这个高评一错点快光 它就是你看这些题觉得 这是枣数吧 应该还挺好的 然后就是这些一错点 这个我还没有做 所以我就随便翻一下 大家可以看来题量 我觉得这个答案给的也比较详细 我觉得这个书还是可以说非常好 然后生物的话 生物一直是不太提倡多做题的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前四本 过知识点你可以买一下 后面的那种 有人在网上 我记得好像是知识上 也说过这里面的题有些错误 但是我好像也就看到过一次有错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还可以吧 就是没有说那么夸张 就会影响到你整个就不想买这套书 我觉得它是非常值得买的 然后就这个绿色的这一系列 模型题解法 这一集 它有好多说我扔了 就是语文 我记得这一集的语文是一个万能素材 然后英语是一个 就是书面表达高分技法 就是英语 它这本英语的书面表达高分技法 建议一定要去买 就是英语作文不太好的人的话 就是里面给的非常详细 就是各类的作文 就是能让人就是有很多新的东西 也不是就是几乎很少有那种 套路化的那种句子 给你剥裂一大堆的那种 就是你都几乎都是新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天力的一个系列的套卷 然后它是叫典型异错题训练 但是我觉得它其实 这证本身是挺好的 但是我感觉它有点不像是典型异错题 它实际上都是那种非常难的题 然后说数学 贝勒斯的只剩个空题字 就是这还有一张 谨慎的几张解析盒了 就是你看它这个密度也是非常大 然后每道题都很难 就是要算半天 然后它给的答案也都特别详细 然后我觉得这个卷子都数学的特别好 你看这都是些 直线语言之训练的关系啊 什么的综合练习 然后好 这个有综合练习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比较好 就是它是也是按这张结果 前面是集合函数那些 然后差不多过上这种四五个专题 它会有个综合练习 就是把前面那种全都混到一块 这样就是你如果按着它顺序去做 然后还会时不时的 有一个滚动的复识 就还挺错的 数理化身都是这样 我只买了数理化身 然后物理也出得非常好 就是你看它这个 也是放眼望去觉得东西也挺好的题 就是它这个译错 我原以为它这个译错是那种 就是有坑的那种译错 但实际上它这个错的原因 都是因为你不会 原因是因为我说了个定据 就是实际上是你不会 就是它这个题错比较难 然后你就是电池版的电池这些 这个怎么这么水一样才讲道题 不过就是总体来说都是非常好 然后化学生活已经基本做完了 就是不给大家翻了 就有综合练习练习结构与性质 前面做完了我就直接撕下来扔了 然后如果有了好些题 我就会把它原样子抠下来 然后放到自己的本子里 贴到自己的本子上 生物我觉得出的一般般 就是题都有点 它的都有些套路的话 然后而且跟高考有点不太相符 就我觉得如果时间不太够的话 生物是不用买了 如果时间够的话 我觉得也还是不要买了 就是生物还是以备课本 还有做高考征题为主